好 亲爱的各位同仁 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刚刚完成了传出神经系统药物 那么这节课开始 我们将进入到药理学的第三篇 我称之为中枢神经系统药物 顾名思义 这一组药物主要的作用拔点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也就是脑和脊髓 因为这组药物有共同的作用拔点 所以我把它归入一类 或者说作为一篇去展开讲解 以便我们思路清晰 形成所谓的思路导图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篇 都包括哪些药物 总共八节内容 那么这八节内容其中有一节 我说明一下 那就是第一节这个 菊部麻醉药 菊麻药 顾名思义 它是作用于外周神经末梢的 也就是作用于外周神经 不是作用于脑和脊髓的 但是我把它归入到了第三篇当中 因为它们都属于麻醉药 我说明一下 除了它 是作用于外周神经 下面这其他类药物 最后的拔点都是我们的脑和脊髓 也就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OK 让我们搞清楚了 下面包括全麻药 全身麻醉药 镇静催眠药 抗惊觉和抗癫痫药 然后抗精神失常药 抗帕金森病药 以及抗老年痴呆药 还有就是中枢兴奋药 以及症痛药 好吧 这样做到思路清楚 好 我们接下来将彼此展开 先来看 第一组药物 局部麻醉药 菊麻药 这是考刚要求我们掌握的内容 从考试命题来看 第三部分内容 也就是四大代表药 包括普罗卡因 丁卡因 利多卡因 以及布比卡因 它们的药理作用特点 及其临床医用 是我们的主要命题点 好 我们先来介绍何谓菊麻药 给它一个定义 全称局部麻醉药 顾名思义 这类药物的作用 拔点呢 是我们的神经末梢 或者是神经干 作用是可以阻断局部神经冲动的产生和传导 两个 要么阻断神经冲动的产生 要么阻断神经冲动的传导 从而 实现的药效是可以 暂时的 完全的 可逆性的 去 使局部的感觉丧失 只是让局部的感觉丧失 OK 但因为它不影响脑和脊髓 所以它并不影响意识 可以在意识清醒的条件下 引起局部感觉丧失 这就是所谓的 菊麻药 那么 我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 我们菊麻药 我们希望它产生的药力作用是 阻断感觉神经磨少 从而阻断感觉的产生 但是如果你局部给的剂量过大 浓度过高 它有可能不但能阻断感觉神经 也能阻断运动神经 此时 一旦出现运动神经麻痹 那么局部的运动功能也将丧失 这个时候往往剂量就太大了 就属于中毒了 好吧 这我们介绍了一下菊麻药 好 然后 下面是菊麻药的应用方法了 其实这部分介绍的就是 什么是菊麻 菊部麻醉 有几种方法 这块内容呢 仅要求大家 做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菊麻 这样的一个 使用医疗技术 这是医生而非 应该说它是医师 而非药师需要掌握的内容 你只需要熟悉一下 这些名词即可 看 以下五种麻醉方法 都属于局部麻醉 包括第一表面麻醉 第二起润麻醉 第三传道麻醉 第四撞膜下枪麻醉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腰麻 第五是印麻 全称印膜外麻醉 您只需要知道 这五种麻醉方法 均属于局部麻 均属于局部麻醉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至于他们的这个具体细节 我不做过度拆将 因为并非我们的考试命题点 接下来我将就一张图片呢 做一下简单的讲解 大家听懂即可 看一下这张示意图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感觉的传导通路 这是局部的 比如说是我们的皮肤黏膜 我们皮肤黏膜的感觉是最敏锐的 对不对 你看这是神经末梢 像树根一样的结构 那是神经末梢 那么局部的刺激 比如说痛温触压 各种刺激 刺激了局部的神经末梢 神经末梢会把各种外界刺激 转化为一个电冲动 这个电冲动 我们又叫它神经冲动 其实就是一个电流 这个电流顺着这些神经纤维 一路上传 传到中枢 传到我们中枢的不同位置 产生不同的感觉 OK这就是一个感觉的传导通路 当然比如说我拿针扎了你一下 你一定会躲 对不对 我扎你 你感觉到了疼 是这个痛觉传到了你的中枢 接下来你会躲 躲是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就是中枢 把命令沿着传出 传出神经 比如说运动神经 传到你的骨骼肌 你的骨骼肌一收缩 于是你就躲开了 这个过程我们叫它反术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从这儿 以这儿为界 从这儿到这儿 我们叫它外周神经 或者叫它周围神经 神经元的胞体 所在的位置是脑合脊素 就是所谓的中枢神经 我们的菊麻药呢 是作用于外周的 比如说表面麻醉 第一种菊麻方法叫什么麻醉 还记得吗 表面麻醉 表面麻醉 我们其实就是把药物 给在这儿 给在皮肤黏膜的表面 比如说喷洒 涂抹在皮肤黏膜的表面 然后这个药物经皮肤黏膜 渗入到黏膜下 渗入到皮肤或黏膜下 从而将神经末烧给它麻醉掉 阻断神经冲动的产生和传导 这就是所谓的表面麻醉 所以你看到了表面麻醉 必须有很好的渗透性 能够迅速穿过皮肤黏膜屏障 渗入到组织当中 必须有很好穿透性的药物 才能发挥表面麻醉的作用 大家比较熟悉的表麻方式 比如说我们做胃镜 做胃镜的时候 我们会做胃镜在插入之前 会喝一些个菊麻药 那么药物在流经食管的过程中 顺便就把食管给麻醉了 那个菊麻药 要么就是利多卡因 要么还有一种叫达克罗宁液 包括我们在做一些吼镜 气管插管等等 都是把药物直接喷洒在鼻黏膜 喷洒在食管黏膜和气管黏膜表面 即可起到菊麻作用 这就是所谓的表面麻醉 OK 还有一种菊麻方法 就是我直接把针插到组织当中了 比如说这是针头 这是针头 这是注射器 好吧 把药物注射到组织当中 这就是所谓的启润麻醉 所以你看启润麻醉的话 药物打到哪 那么这个药物就可以让局部的神经末梢被组织掉 好吧 起到局部麻醉的作用 这就是所谓的启润麻醉 还有一种麻醉 第三种菊麻方法叫传导麻醉 传导组织 好吧 那我们的药物作为把点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药可以作用于局部神经根 作为 比如说作用于局部的比较集中的这个神经根 比较粗大的神经干这里 把这给它组织掉 那么这个神经干所支配的这一片区域 它的感觉都没有办法上传了 而这就是所谓的传导组织 组织的对象是一些神经干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 液部的一个神经干的组织 那整个前臂 整个前臂 感觉均可以得到组织 OK 当然了 还有两种比较特殊的举发方法是作用于 我们来看一下作用于 我们是通过做腰穿 对吧 把药物打入到猪耳膜下腔 或打入到硬膜外 麻醉的对象呢 是几神经根 OK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简单了解即可 不需死机应备啊 大家看这是在打腰麻 对不对 就是做脊髓穿刺 我们把针插入到锥管里 只不过是插入到不同的层次 插入到硬膜外 就叫做硬膜外麻醉 就是把针插到硬膜外枪 就叫硬膜外麻醉 它可以麻醉几神经根 如果插入到猪耳膜下腔 那药物就打到撞膜下腔了 它就可以直接在脑阶中起作用 这个你你打注射药物的 这个平面不一样 腰穿的层积不一样 那你组织的层面就不一样 当然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因素 比如说你菊麻药本身的浓度 它的重量啊 它是往下坠呢 还是往上飘 这都会影响到麻醉平面 但它都属于菊麻 所以关于菊麻醉 我只介绍到这里 大家做简单了解即可 好 回到我们药理学部分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菊麻的药理作用 我需要大家知道的是 菊麻药给上之后 两大作用 或者说两大方面的作用 我分别称之为菊麻醉作用 以及全身吸收作用 其中菊麻醉作用 符合我的用药目的 所以我称之为治疗作用 而一旦菊麻药被吸收入血 随着血液循环 运往全身去了 此时的吸收作用 是我不希望出现的作用 不符合我用药目的的作用 会出现不良反应的作用 OK 所以你就想到了 菊麻药在菊部的时间越长 吸收的速度越慢 越好 同不同一样 对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菊麻药可以跟 一点点肾上腺素配偶使用 肾上腺素可以让菊部的 小血管收缩 从而延缓菊麻药的吸收速度 减弱它的吸收作用 从而延长它在菊部的 作用时间 这个前面我们在讲肾上腺素的时候 有提到过 还有印象吗 就是对于菊麻药来讲 我不希望它吸收入血 因为一旦吸收入血 它就有可能跑到脑子里去 跑到心脏上去 然后就会产生不良反应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菊部麻醉作用 有哪些特点呢 这些特点非常好理解 符合我们的一般认识成规 那么它的菊麻作用 或者说神经组织作用 一定是对比较细的神经的效果 好于那些比较粗的神经 对无随神经纤维的组织效果 好于或者说优于 对有随神经纤维的组织效果 或者叫麻醉效果 因为什么叫随壳啊 随壳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剑壳 就像一把宝剑啊 很锋利哈 那为了保护这个宝剑呢 外面会有一个剑壳 随壳就是保护神经纤维的 它就相当于 如果我们把神经纤维比喻成一电线 那随壳就相当于电线 外面的那个绝缘体 那个电缆 那个橡胶皮 OK 橡胶皮 所以没有随壳的神经纤维 药比较容易直接作用于它 而有随壳保护的神经纤维呢 橡胶药的作用就会弱一些 这就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当橡胶药打到局部之后 比如说打到这儿了 首先是感觉消失 时间长了 剂量大了 才会运动消失 那是因为感觉神经呢 大都无随壳 而运动神经呢 是有随壳的 原因就在这里 好 那么随着橡胶作用的出现 那么它首先消失的是痛觉 随后 温 触 压 最晚消失的是运动觉 好 这是它橡胶作用的一些特点 非常好理解 再来提提它的不良反应 我们主要提它对这两大系统 因为影响最大的就是对这两大系统 中枢和心血管 对中枢 总的来说啊 橘麻药它对脑和心脏 就是中枢和心脏的作用 基本作用就是抑制 抑制啊 但是对中枢呢 因为先抑制高级中枢 先抑制大脑皮层的高级中枢 失去了高级中枢被抑制之后 低级中枢就会 就会压不住它 就低级中枢会 一过性的兴奋啊 所以从临床表现上来看 一旦橘麻药中毒 出现不良反应之后 中枢神经系统的表现是 先兴奋 后抑制 因为它有一个 一过性的低级中枢兴奋的过程 然后 可能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就会被抑制 而心血管的作用就是 抑制心率慢啊 受缩力弱啊 心疏量少啊 过多抑制 那心脏不跳了 就可以危机生命 好的 这是我们说了它的药力作用 橘麻药的药力作用 两大方面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作用机制 那么橘麻药是如何阻断 局部神经冲动的产生和传导的呢 它最基本的作用机制 一句话 阻塞纳通道 阻滞纳内流 可以跟我重复一遍啊 阻塞纳通道 阻塞纳通道 阻塞纳内流 有这一句话够了 对啊 所以我们学东西呢 要学会 抓关键字 如果大家 生理学的基础学的比较好的话 你该记得 任何一个细胞 要想 兴奋 也就是要想 兴奋 必须产生动作电位 而要想产生动作电位 必须产生动作电位 我们知道动作电位 就是这么一个风电位 而动作电位产生的基本机制 就是纳离子的什么流 内流 也就是细胞外的纳离子 流入到细胞内 导致细胞内膜电位的一个上升 形成这么一个尖锋状的电位 这就是动作电位 有动作电位 细胞才能兴奋 动作电位就是神经冲动 神经冲动就是动作电位 所以当我们组织了纳离子的内流 把这个过程给它组织了 那它就不能产生动作电位 那就 没有动作电位 就不能产生和传导神经冲动了 明白了吗 这就是它最基本的作用机制 就把这个电整个给它消除了 之前我提过了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密集点 那就是四大代表性的橘妈药 各自的作用优缺点 我给大家做成了一个表格 可以来看 首先说一下啊 橘妈药我们根据它的分子特点啊 分子结构 分为了脂类和鲜岸类 脂类呢 主要是普鲁卡因和丁卡因 而显岸类大家最熟了 临床应用也最为广泛的 就是利多和布比 利多卡因和布比卡因 他们各自的特点 搞定这张标格 所以如果你想做笔记 比如说手机 啪拍一下啊 存在你的相册里面 没事过来 没事坐地铁的时候 看一看的话 把这搞定 需要你记得是这个 我们按着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普鲁卡因 在大学的时候 注意它最大的特点 普鲁卡因最大的特点是 传透力弱 所以必须注射给药 因为它无法自行渗透 穿过黏膜 穿过皮肤 它做不到 所以你把它喷洒在皮肤和黏膜表面 它没有药效 它没有办法穿透它 所以它不用于表面麻醉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特点 决定了它不用于表面麻醉 好吧 然后其他的菊麻呢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那么它最有一个特点的 不良反应就是 毒性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呢 却容易出现过敏反应 用药之前需要皮肤 你看优点 缺点 记住 两大优点 应该说最出名的 最大优点是毒性小 两大缺点 一个是穿透力弱 一个是 因为容易过敏需要皮肤 一个优点 两个缺点 这样记起来 就比较针对性了 这是普鲁凯因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伙 最最熟悉的利多了 我们叫它全能菊麻药 临床应用最为广泛 起效又快 作用又强 穿透力也很强 所以各种各样的菊麻 都可以用 包括表麻呀 寝入麻醉呀 组织麻醉呀 腰麻呀 硬麻呀 都可以用 所有的菊麻 都可以用 除了用于菊麻之外 我们知道 人家呢 还有一个临床应用 回头我们会讲的 那就是 它的抗心率失常作用 准确的来讲 是抗 使性心率失常 因为它只对 行驶有效 是所有快速性的 使性的 心率失常的 首选要 比如说 比如说 使素 使颤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 快速性的 使性的心率失常 首选要 都是利多凯因 因为它阻断了 纳内流 心使兴奋 就是纳粒子的内流 毒性呢 虽然比普鲁凯因 要大一些 但是上课 可控 因为普鲁凯因 是最安全的 对吧 但是却容易过敏 这一顿矛盾 毒性虽小 但容易过敏 因为它分子 分子大 接近靠原 好 接下来 第三种了 是丁卡因 这么去记 丁卡因就像一个 钉子一样 穿透力最强 这是它 最大的优点 而且兼有 缩续管的作用 这是它的一个 突出的特点 但它的绝对优点 一定是它的 穿透力强 所以 它非常容易 穿过皮肤 黏膜 渗入到 局部组织 所以 表麻 用丁卡因 优为实用 优为实用 能力的 其他的 菊麻也可以用 但是尤其 表麻 最实用 但它还有一个 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 毒性是最大的 在这四大菊麻药中 丁卡因的 毒性最大 所以 所以不用于 秦润麻醉 为什么 因为 企润麻醉 一般给药量 都比较大 企润麻醉 是不是要用注射器 把药物打到 局部组织当中 就 啪啪啪 扎很多点 周围的 企润麻醉 OK 给的药量 都比较大 所以容易中毒 所以最好 不要用 丁卡因 去做 企润麻醉 用丁卡 去做 表面麻醉 最合适 好 最后一个 就是布比了 布比呢 我们用的 也比较多 穿透力呢 也比较强 各种各样的 这个 菊麻都可以用 毒性 也是 较大 或强不弱 所以它没有 特别的优点 也没有特别的缺点 临床应用 最为广泛的是 利多和布比 你看啊 其实 普鲁卡因 和丁卡因 这两位 他们的优缺点 正好是相反的 普鲁卡因 穿透力最弱 而丁卡因 穿透力最强 普鲁卡因 最安全 毒性最小 但丁卡因 却是毒性最大 能理解吧 所以这样 对比的虚极 最好记得 临床上用的 最多的是 比较水容性 更强的 利多卡因 和布比卡因 基于两者之间 比较中庸啊 好的 搞定了 这是我告诉大家 记什么怎么记了 但是最终啊 还是要大家去 下下功夫 把它记一下 好了 给一个顺口溜 看看 一个顺口溜 记起来 比较朗朗上口啊 第一句叫 丁卡表麻 毒性大 也就是丁卡因 用于什么 表麻 特点是毒性大 你喷洒在 黏膜表面 机量大了 也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普卡 安全 但不表麻 普鲁卡因 是最安全的 但是不用于表麻 利多全能 要甚选 使性率乱 常用它 所以你发现了吗 顺口溜 它只在记忆 这一个环节 发挥一定的作用 理解了去记 理解了去看 这顺口溜 哎 听说 感觉 哎 比较的轻松愉快 不理解的话 死基因被 还是很吃力的 好 搞定了 那么 第一类药物 橘板药 我们就拿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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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